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刷牙 洗脸 整面背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加拉太书第四章 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 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 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 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 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 极致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 且身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你们既为儿子 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 呼叫阿爸父 可见从此以后 你不是奴仆 乃是儿子了 既是儿子 就靠着神为后四 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 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 现在你们竟然认识神 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 怎么还要归回那 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 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 我为你们害怕 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 弟兄们 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 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 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 你们知道我同一次传福音给你们 是因为身体有疾病 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 没有轻看我 也没有厌弃我 反倒接待我 如同神的使者 如同基督耶稣 你们当日所花的福气在哪里呢 那时你们若能行 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 也都情愿 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 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 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 那些人热心待你们 却不是好意 是要离间你们 叫你们热心待他们 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 原是好的 却不但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 我小子啊 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 只等到基督成行在你们心里 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 改换口气 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 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 请告诉我 你们其没有听见律法吗 因为律法上记者 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使女生的 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 男儿那是女所生的 是按着血气生的 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 是凭着应许生的 这都是比方 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 一约是出于心奈善 生子为奴 乃是下甲 这下甲二字是指着 阿拉伯的西奈山 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 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 都是为奴的 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 她是我们的母 因为经上记者 不怀孕不生养的 你要欢乐 未曾经过产难的 你要高声欢呼 因为没有丈夫的 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 弟兄们 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 如同以撒一样 当时 那按着血气生的 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 现在也是这样 然而今上是怎么说的呢 是说 把死女和他儿子赶出去 因为死女的儿子 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 一同承受产业 弟兄们 这样看来 我们不是死女的儿女 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大家要继续跟我们一起读情哦 拜拜 拜拜